很多同学想要学笔画的片头的制作方法 那我看到很多同学用write on这个词令 可是事实上有更简单的做法 那我这次来是用stroke这个效果 那我们先试着去写一个字 那为了让你们方便看 所以我建一个背景在后面 这样你们看会比较清楚 然后我再打字在上面 那故意做一个比较q的字 那就是因为你们很喜欢用抄写字 那其实差不多啦 那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要用的特效呢在这边 叫effects在generate里头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stroke stroke这个的效果 那在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是很 这里头最麻烦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去写出每个字的笔顺的方法 也就是你希望它用什么方法呈现出来 那我用的是这个笔的工具哦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像这种很q的部分呢 你要怎么去呈现它哦 尽量就是让它出现在 当它出现奇怪的时候 你用ctrl key把它削掉哦 就是让它尽量出现在 你这个字的中间哦 我们看到就是让它的这个呃 线条是出现在中间的部分 那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哦 那你注意让它比是这样子 然后写完一个字的时候 点两下让它就是成为一个mask 然后再去写另外一个 否则它会cue到另外一边去 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按esc键 再来去写另外一个字 因为你们比较我们课堂上 比较少教用paintool这个功能哦 那你就记得它就是正常的话 它是直线的 然后它是可以弯曲 就是你拉着它动的时候 它是弯曲的 然后有没有可以把它 有些细节的部分你可以 有没有像这个掉了 你就按ctrl z 然后这里再把那个拉回来 然后再把它给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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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它弄回来 那這個呢你弄完之後就是全部成為四個Mask 所以我們在Effects這邊會看到Stroke這個效果 那現在呢我先選擇Brush Size這個選項 然後稍微把它這裡為什麼沒反應 因為我們沒有選這裡 它的預設是None 那我們可以選All Mask Sequentially 那這樣子的話我在拉這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現在慢慢的出來了 OK 我到底要多出齁 就是不要去壓到別人 所以我在一邊弄的時候 我還要必須要再增加一些 稍微去調整它一下 就是看到底要整個把它遮住才行齁 那如果不行了 不夠粗的話 我們是勢必還要再拉大一點 它是可以再出的齁 不是說只有到25剛剛那樣的大項 你還可以再拉 但是如果說可以不要壓到另一個字的話 是比較好的狀況齁 當你發現你壓到別人的時候啊 或做錯的時候 按CtrlZ就把它拉回來齁 那現在就是我都遮住了 然後彼此沒有壓到齁 要做到這個狀態 然後咧 在這邊 在這邊Panned Style的部分 本來是On Original Image 你現在要把它轉成最後一個 Reveal Original Image這樣的選項 那就會變成這樣的結果 OK 那我現在已經說 那這樣結果到底是怎麼呈現出來齁 那其實我接下來要動的呢 是End這個參數 也就是你現在要幾秒鐘讓它呈現出來 假設我要4秒鐘 那我就是在頭的地方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注意看 我把頭的部分把它拉 你會發現字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是頭的部分 所以你設下那個啟動KeyFriend 然後到 假設我現在是要到4秒齁 然後我就是選擇到100 所以現在呢 在End這裡呢 就有兩個KeyFriend從0到100 那呈現的結果就會是 像這樣子的結果 好 那它現在還沒有繡得很漂亮 那這些都是你可以再去細繡的部分 譬如說 我剛剛的T的這一筆呢 拉太下面了 所以這邊的地方會 如果太慢的時候會很明顯的看到 那這個部分就是你必須要再去做細繡 那但是 這種 逐字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逐字動畫就到這邊結束 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一起了 我們要分享一個小用的東西 就是它的區域 我們要不要這樣 說的